来 我们再讲讲志愿改是怎么改的哈 志愿改是怎么改的呢 我们先讲老高考 因为所有新高考省份都是从老高考改过去的 那么像很多省份现在还是老高考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4个省份 已经完成了新高考的改革 就比如像浙江啊 上海啊 北京 天津 海南 山东 辽宁 河北 江苏 湖南 湖北 福建 重庆 广东 那这14个省份已经完成了新高考的改革 剩下的省份目前还是老高考 目前还是老高考 那老高考是怎么报志愿的呢 他有一个东西叫做服从调剂 新高考运销专业组的话 他也有一个东西叫服从调剂 大家注意 我们服从调剂是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填的 大家注意啊 必须填服从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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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必须填打在公屏上啊 如果你是老高考和运销专业组 必须填服从调剂 这个事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填服从调剂的话 很有可能孩子就要滑挡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张老师 我这个学校录取分钟线是600分 我们家孩子考了多少分 我们家孩子考了602 那么你报了这个学校 你602你就会进党 你前面的学校都没录 到了这个学校你600分 这个学校进党线600分 你602分你就会进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说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添专业了 对吧 开始添专业了 那天的你肯定会想 老师我要听这个学校 什么专业比较好啊 我就添什么 我家孩子想学什么专业啊 我就添什么 但问题在于什么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 我说一定要给孩子留好什么 报专业给孩子留好 专业空间 给孩子留好专业空间 专业空间 对不对 结果你报专业的时候 发现第一个专业 你报了一个专业叫计算机 人家多少分录的 人615录的 第二个专业你报了什么 金融人多少分录的 人613录的 第三个专业你报了一个 人601录的 第四个专业你报了一个人608录的 第五专业你报了一个人605录的 第六个专业你报了一个专业人603录的 你们家孩子报六个专业 这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 都没有被录取 如果说你添了服从调剂 他就给你调剂到别的专业去 如果说你添了不服从调剂 不好意思 退党 你说张老师 那第二个学校会再次投党吗 不会 你退党就不再投党 投党机会只有一次 投党机会只有一次 你一旦进党了 要么被录取 要么被退党 没有第二次投党机会了 你在投党的时候就到什么时候 就到征集志愿的时候咯 就到征集志愿的时候了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必须添服从调剂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 张雪峰老师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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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